為什麼很貴 因為它可以安神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點不到陳香 我們也可以用檀香 檀香的味道很怎麼樣 外化 所以啊 點沒那麼多 但是那個香 你就隨時拼得到 所以像那個香味 你自然而然會很喜歡 各位想想看 我們很多這種修行者 當你跟他一個吃飯 那你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境界 一個剛吃素的人 他都要怎麼樣 以前那些前神素食 還有觀世音素食餐廳 剛開的時候 我問他說 你既然做素菜 為什麼要做得像 還有素雞 還有素鴨 還有素肚子 素火腿 他跟我說說 我們這就是在素食餐廳 為什麼 因為他要 讓這些吃素的人 吃餐的人 進了這樣的餐廳 吃飽了以後 他不知道說 是真的是在吃素菜 我不騙各位 我記得大概二三十年前 你只能在台北有一個前神素食 那 我也有台北的那個泰國的一群朋友來台灣 我就請他們去吃 為什麼 因為我是吃素 但是要他們吃粉 結果我就請他們到前神素食去吃 啊 我就跟這個 裡面的這個大廚師 跟他講 你吼 在煮的時候 你都盡量 還欠 還辣 然後 盡量 用那個什麼 看起來就是分菜一樣 結果他真的這樣做 做完了以後 結果吃完了以後 他們家哥說 會不會太飽 我說 剛剛的菜好不好吃 他說很好吃 我說 沒辦法再一次 好不好 結果他們都說好 結果他們也吃得很愉快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 剛開始學 第一次吃素的人 你大概都不感覺 但是如果久了以後 像我們現在 要請好朋友吃飯 而且知道他吃素很久 最好是怎麼樣 硬材就是查硬材 啊 如果那個韓子香就只有查韓子香就好了 啊 如果在查什麼菜就是簡單 吃素的人 吃久了以後 那個菜跟那個香味它會跑出來 啊 那個就是 當你真的吃了很久 很有一段時間 大概就會品嘗這些 所以佛呢 他在告訴我們 第一個 這個 顏 顏 顏 鼻 舌 身 意 都是我們心的功績 色 身 香 味 觸 法 都是我們心裡邊啊 所認識的跟我們心 息息相應的這些外層 那再加上 六根跟六層 一感受的時候 所形成的這個 五個四 那麼這樣合起來再加上六四 那就是六根 六層 六層就有多少個啦 三六一十八對不對 有十八個 那這些都是跟心相當有關係 那個前面的掩飾兒是什麼那個 事實上都已經是跟你的受想形式已經跑了一圈 所以你前面如果說只有前面在跑 只有生理上的反射 那不產生 可是呢 當你進到了安全感的需要的時候 那麼這個是你的 因為熱受 然後你就想要擁有 而且要有保障 那麼愛呢 那就是因為熱受 所以你自然貪了 起了那個貪了 所以那種愛 所以我們一般人的愛 跟真正一個成熟的愛 它是完全不一樣 一般人的愛是熱受 所以他想要抖對不對 所以啊 年輕人一愛 那很麻煩耶 你就是要屬於他的 所以啊愛 然後開始馬上產生的就是一種地數 你就是屬於他的 那麼你是屬於他的 你只能夠一個喔 你不能夠有其他的喔 對不對 那我們當老師的都知道 所有的學生 一般四五十個學生 你對他們的這些愛 你知道他們程度不一樣 你知道他們的家庭背景不一樣 你也知道他們的秉性不一樣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的個別參與都有 但是你都希望他們成熟長大 這個愛 它沒有分別的 是一體的 那像這樣 那一種愛 我們就叫做一種 是屬於地數感裡邊最高層次 地數感裡邊呢 他已經是 只要是我的學生 那麼我就這樣做 但是只要是我的學生 我同樣的去愛護他 同樣的去讓他們得到滿足 也重視他們的飲食身心的信念 所以地數感裡邊呢 那個高層跟低層 從開始佔有 然後呢 是屬於他的 然後你的原型機制 他就給你有很多的控制性 所以這種控制性 你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對學生也有控制性 可是那種控制性 跟你對你的情人 你對你的家人的控制性 就不一樣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大致上就已經 又開始開展一個新的東西 那像這些受祥造作 然後就會進到了你的巴士田中 前面的這十八個 然後這十八個 我們下一堂課就要跟各位介紹 這十八個為什麼能夠感受 為什麼它是你的心 而且這十八個都是跟你息息相關 那我們下一堂課呢 就是要告訴各位 任言經各位都讀過了 任言經裡邊你要掌握住幾個 第一個二十五言通 為什麼是二十五言通呢 剛剛已經講了十八個了 對不對 然後這十八個為什麼其他的那個又是什麼 那些地球上所有的這些地水火轟 為什麼跟我們的身心都是有關 那為什麼這地水火轟 為什麼會變成我們跑到我們的身體呢 我想我們下一個小時呢 就要跟各位來分享 用去年科學家他們所進行的宇宙大爆炸 對於宇宙本質的一個了解 然後呢相對於佛陀所說的 零溪層 然後呢 因為有一個是零溪層 然後加上 我們每個人的心事 去對於這些 零溪層這些宇宙大爆炸 產生的這些光 然後去做了跟你相應的第七世 然後產生相應 然後第七世所產生的相應 也就是把你的八世種子 跟外在的這個物資 有兩個力量 一個叫做貢業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北業 因為透過了貢業 透過了北業 你如何去感受這些 那麼我們如果了然這些情況 你都知道 都是你的心在變化 那你的心在變化的時候 以後你就會很清楚的看出來 你的真心呢 你今年幾歲 大家心裡有數了 可是你的心是幾歲呢 你看我人老老 我的心有老嗎 沒有啦 跟年輕的時候是一樣 所以你如果以為我這個年紀了 不會看漂亮的小姐 那我告訴你 你錯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心 從古代 從古代 是這樣 現在 也是這樣 到了未來 還是這樣 所以 另一頂愛很清楚 那 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真正的心 原來 跟我們所認知的是不一樣 我們是整個宇宙都是我的心 我把心帶來了 其實我根本沒有帶任何一點心 但是雖然我沒有帶任何一點心 整個西空法界就是我的心 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了物 那你想想看 世間都是一個你啊 有什麼好計較的 對不對 然後你想想看 愉快的是你 不愉快的 也是你 愉快只不過是你的情緒 不愉快的也是你的情緒 然後真正的你是什麼 你自己去尋找嘛 你願意高興 你就讓他去很高興嘛 那你願意去痛苦 那也是你自己再找嘛 那你想想看 假定你這一生才幾年 幹嘛不讓自己 好好好愉快 幹嘛讓自己醜眉苦臉 每天苦得像苦瓜一樣 你的孩子一長大一出生 每天看苦瓜媽媽 然後那個心啊 也只好被染了成了苦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五印神心是被染 而不是他本來的面貌 那了之之下 我們對於未來的一生 就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下一堂課我們就把 那個如何去建構 而且如何去相宴 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所以那些人 都在社會的名字 那些人 都在社會外皮靜 每天都在社會 還有就是 那些人都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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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 大新路175号 驾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请线上表单填写消灾超建牌位 连结g4w.cbzy.org.tw731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方 新逢教肖报恩月 慈悲置业 花莲中心旗舰中原普渡 即渝兰盆消灾超建祈福法会 恭送渝兰盆经 报父母恩仲南报经 献食供养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诗食 护生 佛钱大供 恭请占用法师主法 日期8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口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肯定自立方向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users ウィerecht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弥者 李宗盛 武松 读舍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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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